歡迎大家收看 世界越來越爐 俄烏戰爭打了兩個月 那麼這場戰爭從開打到現在 每次我們臺灣的名字 都會被Cue到 那現在感覺上 雖然還沒有到 勝負利劍的一個最後局面 但是好像打了全世界的關注度 也慢慢減少了 特別是比方說 我們臺灣疫情又燒起來 大家的關注度整個就散開來 但是對美國來說 似乎也喘口氣 這個時候是不是空出一隻手 來專門對付中國大陸 那只要對付中國大陸 我們臺灣牌就不能不拿出來 因為這是一張王牌 所以最近我看到非常非常多 不管是美國官方 民間 都在講一個論調 就是說要告訴歐洲各國 用制裁俄羅斯的方式 複製貼上去制裁中國大陸 那當然這個邏輯 大家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這個戰爭又不是 中國大陸發動的 所以要用同樣的方式 同樣的力道去制裁中國大陸 那最近有一份美國的智庫 這是戰爭研究所 那寫了一份小論文 這個題目叫做 中國解放軍對城市戰的 演化跟展望 那裡面就講到什麼呢 就講到城市戰很重要 說中國解放軍 過去花了十年的時間 非常非常努力在研究城市戰 為什麼要研究城市戰 過去解放軍不太重視 但這次動機很強 就是因為武統臺灣的需要 主要是因為 臺灣確實都市化的程度很高 地下人稠 尤其在西部 九成以上的人口 都住在城市裡面 所以城市戰 對於解放軍來講 是一個必要的一個訓練 那當然相對的 對我們臺灣來講 這篇文章就說 臺灣很不重視城渡戰 所以這個部分呢 美國要積極地交流培訓 還有透過軍售 來加強臺灣這個城市戰的 一些防禦能力 認為最後呢 如果說臺海中續一戰的話 這個關鍵呢 恐怕就是在城市戰 城市戰到底誰能夠打贏 到底誰比較擅長 我先請教一下 這個介大使你怎麼看 其實最近 這個不只這篇文章 最近美國 英國 澳洲 這個隨著這個俄乌戰爭 他們很多這些學者 智庫都把這個關注力 關注到臺海的戰爭裡面 那我覺得他們是受到鼓舞了 就是說這些歐美澳的學者 受到鼓舞 因為他們也沒想到 烏克蘭打成這樣 他們本來覺得實力那麼懸殊 那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城鎮戰 靠的是血肉之躯 來怎麼樣 來以這個拼戰的精神 來換取戰場上的戰果 那不是靠武器 使真正的這種武器的對決 所以他們就寫了蠻多文章的 那麼也希望臺灣能夠 加強城鎮戰的能力 對 那其實這個部分 其實美國過去很多年 其實對臺灣的有關的 這個臺灣防衛的這個戰略 其實就已經在重視這一點 那麼第一個他們就說 我們的這個後備體系不行 你要打仗的話 以現在臺灣大概17萬部隊 他們認為不夠 你要動員很多後備的 隨時有補充上來 然後你要全民皆兵 因為現在很多 像澳洲過去他的副總理 前去年來臺灣的時候 他在臺灣大聲呼籲 臺灣要以色列化 男的女孩都要當兵 然後呢 據說真正戰爭的時候 大家都已經有足夠的技能 不會像烏克蘭其實也表現不好 最後還要把人送去開始射擊 你應該本身就應該有這種 打長期戰 所以我想就是說 這些寫這些文章 或者說關注臺海的 他們也有一個目的 就是跟他們最近美國的 跟奧斯汀國防部長一樣的想法 就是希望借臺海的戰爭 能夠嚴重削弱 中國大陸共軍 大陸的軍事的戰力 那他當然不希望 臺灣很快就出現 勝負的局面 也就是說我們臺灣 又是他的代理人 烏克蘭作為美國的代理人 打掉俄羅斯 那臺灣呢 他希望在亞洲 另外一個代理人 就是我們臺灣 是目前最好的一個對象 那另外這篇文章當中 當然還寫到了一些細節 以這個俄烏戰爭來施法 認為中國將來 中國大陸如果說 將來要武統臺灣的話 有一場戰役很重要 認為中國大陸是學到了 從中間體悟到了 是什麼呢 就是馬利波的圍攻政策 第一個先猛烈攻擊 然後呢就是把它圍困住 圍困到什麼程度呢 圍困到普丁講的嘛 連一隻蒼蠅都沒有辦法 通過 大家就可以想像 那裡面還有很多很多人 當然烏克蘭說是平民百姓 那麼俄羅斯相信的裡面 可能有一些 不可告人的一些事情 甚至一些北約的成員 來自各國的都有可能 那所以現在呢 這個亞蘇鋼鐵廠 被圍的嚴嚴實實 只有兩種選擇 第一個就投降 第二個就是餓死 眼睜睜的餓死 現在沒水沒食物 那認為說中國大陸 如果未來武統臺灣的話 用的就是這個方式 困死你 其實我覺得他們基本上 把烏克蘭的模式 套臺灣頭上 忽略了幾個基本客觀事實 烏克蘭基本上 它不是一個海島 它的外源 事實上從陸陸 就可以直接進去 對 很暢通 對 你現在 在俄羅斯很頭痛就是說 這些從波蘭 或者從羅馬尼亞 進去的武器 而且它是走陸陸 它不是走空運 它直接火車 或者各種進去 而且你看看開箭到現在 陸陸續續各國領導人 都來打卡 對 對不對 那臺灣是一個海島 對 你要對臺灣進行封鎖 是比較容易的 對 所以 所以這個是不一樣 第二個就是說 戰略眾生 我們戰爭最講戰略眾生 烏克蘭 60萬乒乓公里 對 臺灣17倍大 臺灣3萬6千方 而且臺灣3萬6千方方裡 平地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對 其他都是從山峻林 那其實不要打城鎮戰打 所謂的這種 從山峻的遊擊戰 還比較可能 可是問題就是說 可能對這些西方的專家 覺得不過癮 為什麼 因為傷亡不夠大 因為城鎮戰才能造成 大勝傷亡 你跑到山里裡面 打這個遊擊戰的話 傷亡不夠大 不合這些人的胃口 所以我覺得寫這些研究 然後就往這方面想到 就是居心剖測 別人就是說 我們臺語講就是 把人家的洗腿 就是要達成他的目的 他就是這個想法 不過我們過去 我們國防部 他們很多這些戰略 臺灣防衛戰略 還有幾個戰略 都沒有要打城鎮戰 為什麼 就是說第一個 你如果在戰場 在你臺灣發生的話 你已經就是輸了 對 所以以前我記得 我記得挺常聽 他們軍方朋友講說 決戰於境外 決戰境外 在海空就把對方攔下了 對 這個決戰 第二個 決戰灘頭 你如果都已經登陸的話 這場戰爭大概離結束 已經差不多了 其實你看孫子兵法 也講到 旗下攻城 最差的就是打城市戰 這個攻城之法 為不得已也 在最不得已的狀況之下 採取這個攻城 城市戰是最難打 對於這個攻來講 是最不容易攻的 對於手來講 是傷亡最大的 所以都不是一個 好的一個方式 但是現在這篇文章 就一直在告訴大家說 未來只有城市戰 才是這個 台海決戰的一個勝負關鍵 那也預測 如果未來對於臺灣 如果要武統的話 就是一個封鎖全島 這個狂轟猛炸 那特別是海港 像高雄港 基隆港等等 這幾個重要的海港 一定會圍困 當然其實講到 類似的狀況 大家記得95年 96年的台海危機 當時臺灣幾乎 海空的貿易 全部都關閉了 所以導致運費 各式各樣的費用大漲 我相信大家還記得 就是在那個年代 很多臺灣的朋友 移民出去 那時候移民潮 走了一大堆人 那這篇文章還說 因為俄羅斯的九攻 九打烏克蘭 九攻不下 所以大陸目前警惕 在修正他們的戰術 不過導致這位 AIT的前處長 包道格 他不這麼看好中國大陸 因為這篇文章 是把中國大陸 在城鎮戰的能力捧得很高 覺得臺灣不如 所以你們臺灣必須要加油 但是包道格說 他對於大陸城鎮戰的能力 是保持懷疑的 他同意大陸對於機動性 後勤聯合作戰的能力是增加 但是城鎮戰的能力 他還是懷疑 因為像這個城鎮戰 他就像有個例子很有趣 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 他說打城鎮戰 就像是在一個瓷器店裡面 打老鼠 就是說損失巨大 不小心就碰瓷了 就把瓷器碰破了 那當然城鎮戰 也跪在快狠準了 你必須要一刀斃命 不過我們講到城鎮戰 大家記不記得我們中間新聞過去 給大家報導過 這個朱日河基地 那時候臺灣人看了也是驚呆了 因為這個朱日河基地 大陸解放軍常在那邊演習 模擬的就是城市站 所以在這裡 他後來見了很多 包括你可以在這邊看到臺灣 幾乎是看到臺灣的總統府 對 臺灣的外交部 還有臺灣的高速公路 交流道等等之類的 大概都看得到 就在這個地方讓解放軍 先熟悉一下 這是一個城市站 非常擬爭的一個基地 對 其實當時那個 朱日河基地 它是總統府的基地 其實它可能有一點 城鎮戰的 廣義的 不過它的直接定義 應該是斬首作戰 它是要直接攻總統府 然後大陸一直在想 這個斬首作戰 為什麼要斬首 就是說大陸的戰略 我們最近台北論壇 有一個很好的演講 由我們一個軍方的專家來講 就大陸攻臺戰略 那基本上大陸 基本上是 它幾個預測 第一個就是 執攻本島 第二個閃電戰 然後盡量少死人 要死的話死軍人 他說這幾個原則 大概就是大陸將來會用 所以他說什麼攻外島 那都不太可能的 然後什麼 在什麼圍困啊 什麼把封鎖 他說都不會 他說直接就是 第一個一定是 快速作戰 閃電戰 而且不宣而戰 然後呢 盡量少死人 然後就是說 有幾個原則 其實我也聽大陸的一些 節目也在講 基本上大陸是說 沒有癱瘓 台灣在海空上面的 反制能力之前 大陸的軍隊是不會登島的 那意思就是說 台灣現在就是說 有人說是 所謂的飛彈密度最高 第二高的地方 然後不斷的增強 這個飛彈防衛能力 可是這裡面 有一個大的問題 就是你的飛彈 是要有制導設施的 你的雷達戰 你的所謂的 眼睛耳朵都很重要 那大陸第一波的話 它現在這種精準打制能力 很可能就是 針對眼睛耳朵的攻擊 而且很清楚 它沒有在確保 它這個要渡過 180公里的這個 台灣海峽 在中間不會遭到 我們這邊飛彈也好 或者我們空軍的攻擊之前 它是不會渡海的 所以這個第一波的話 基本上很可能就是 在很短暫時間的 這種飛彈攻擊 這種遠程的打擊 精準打擊 把我們的海空防衛能力 倒不是陸上的 海空防衛力攤壞以後 它就過來了 那過來的話 我看最近 我剛剛講台北論壇 那個我們這個軍方的 一位同仁講的 他退伍了 他講就是說 基本上大陸 大概第一波投射能力很快 大概可以兩萬 兩萬左右的軍力 就上來 這很快 那就是說 這個其實就是說 兵力投射 現在就是說 遠程兵力投射 這個其實是中國大陸軍力 過去幾年加強最強的 它有幾個重要工具 第一個 075兩氣攻擊艦 第二個本來已經有的 072兩氣攻擊艦 這兩個性質一樣 072是兩萬噸 075是四萬噸 072現在已經有八艘了 075現在大概三艘 那可能後面的五艘 在最近幾年都要加起來 這個第一波 他這個投射的軍力 大概就相近兩萬 但我想問介老師 就是說就算是兩萬兵力 都投射上來 然後呢 因為這個蘇貞昌 就會拿著掃把出來 對不對 假設就是台灣人 像烏克蘭人一樣 就是說自己家家戶戶 做汽油彈等等 那這個傷亡 傷亡能避免掉嗎 我覺得關鍵就在台灣的 蘇貞昌 不是 就是蘇貞昌 就蔡英文是不是哲倫斯基 這是看他們兩個人的抉擇 那看他要怎麼做 不過俄羅斯打烏克蘭 他是留基輔 只圍不打 那中國大陸來打台灣 我想照我們這些 我們國內的技術專家看 他直打 他是斬首策略 他是直接對台北 而且他是精準炸彈 你差不多在這個短程的話 大概他的誤差 都在十公尺之內 但這也確實 烏克蘭能夠守到現在 其實也是因為 澤倫斯基嘛 因為他沒有走 像阿富汗總統一走 就整個國家就垮了 士氣也沒了 所以澤倫斯基 他一個人撐在那裡 雖然他的很多言行作為 大家都不太認同 但是不管如何 他是烏克蘭的一個精神象徵 這也使得各國 願意把東西送過去 所以關鍵就在於蔡英文 但是大陸的思考就是 那當然不能讓蔡英文撐下去 直接就是一個斬首行動 我想這是他們的方案之一 當然怎麼做 不過大陸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跟打烏克蘭不一樣 就是說俄羅斯打烏克蘭 他是要把他打敗 那大陸如果渡海 攻台的話 他基本上他是為了要 日後的統治 他是為了統一而戰 所以人心很重要對不對 人心很重要 他並不是要把你打敗 不是要打敗 或是把你打成鬼島 不是這個概念 不是 那這個巷戰的話 基本上的話 是西方這些學者 他們所嚮往的 希望這一場巷戰 在臺灣發生 那可是我不認為 中國大陸他希望這種事情 在臺灣發生 因為剛剛就講了就是說 第一個盡量少死人 要死死軍人 這是他們的原則 那麼戰爭盡量短不要長 速戰速決 那他當然是往神經中速去打 他還往神經中去打 他不會一種面的打 他一定是點 而且是挑非常重要的點 那所以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就是說 美國人也很擔心 美國人以前常常在講說 他們在做這些兵退的時候 都是看臺灣能撐多久 他們是希望撐七天 因為他說 我們要反應 你要給我時間 撐七天然後呢 美國可能介入嗎 因為烏克蘭是個獨立的國家 臺灣不是 對啊 他的問題就是說 我七天才能做決定 他做什麼決定 他還不告訴你 所以他們美國前 我覺得去年 他到時候又要設個 什麼臺灣協調官 有可能 如果這個戰爭拉長的話 那就是烏克蘭模式 臺灣援助協調官又來了 不過這次烏克蘭戰爭 俄乌戰爭給美國一些人 很大的希望 很大的希望 他們是 我覺得他們相當振奮 他們很希望這種情況 大好機會 大好機會 所以就很多這些論調就出來了 不過真的 我們今天在這邊看 我們真的是不希望有任何戰爭 那戰爭發生都是悲劇 不過就是說 不管是不是 是不是說不要平民死亡 就是難免 因為炮彈不長眼 一定會造成一些 無辜的平民死亡 這是肯定的 如果我 patterns在這裡看看 就是所有人的 會有任何戰爭 就是我的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